欢迎大家进入装饰紫威线上平台学习 我是装老师 今天进入我们初阶课的第八堂课 延续我们初阶的第七堂课 我们继续来训练定盘的一个诀窍 一个诀窍跟方法 这张命盘是我们新的一个案例 同学们先看到一个地方 这张命盘有一个红色框框 这个红色框框这里有写四个字 这四个字是什么呢 叫命属奎刚 命属奎刚啥意思呢 命属奎刚就是 从古代古人所说的 葵刚就是状元命的意思 会比较贵气 那么从古代留下来的 命属奎刚的人 因为你生出来是比较贵气的 那么你就少吃牛肉 才不会破了你的贵气 那么老师也讲过 现在是21世纪 老祖宗留下来给我们的国学传统文化 但在21世纪的整个的一个 社会经济 那么必须要把它带进去我们的命盘里 我们不能被带进去到300年前 或500年前的古老世界 所以命属奎刚的意思就是说 少吃牛肉会破坏你的贵气 但并不代表 好 你不吃牛肉你就会大富大贵哦 这个是老祖宗留下来的 所以我们把它延续出来 那么现代很多的牛都是饲养 来让人当成食物来吃的 古代的牛是为我们人卖命耕田的 所以我们不想吃它 它已经很辛苦了 那么现代的牛 是因为人已经把它饲养成 我们人类的食物 所以说要不要吃牛肉 那么你就自己去决定 那么老师只能很明确讲一点 命属奎刚的意思是贵气 那么吃牛肉会破了贵气 这个意思 那刚刚老师也强调了 并不是你命属奎刚 状元命你这辈子就很富贵 你没有命属奎刚 你就不是状元命 老师在教指微斗数不断的强调 这都是表象 真正的暗藏玄机 是在大运的飞行 流年飞行 才知道暗藏玄机 好 那么此人 命属奎刚 老师讲完了 好 那么此人的命功 命功 在里面有个身功 那么 他的人格特质非常明显 这么明显的人格特质 身功 很固执 权 更固执 又加了指微心 也是固执 福德 又加了破均心 那么又非常的固执 他决定的是 不要说九头牛 你九十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那么 我们就不需要一颗心 两颗心 三颗心 四颗心 去讲他很固执 我们只要说 你 很好面子 很喜欢指挥别人 喜欢替别人做主 做事 先展后奏 不认识的人 你会爱离不离 非常固执 对亲人讲话 非常的直接 对吗 老师你把命功 跟福德功 跟权 跟身 定盘定完了 我讲到非常爱面子 非常喜欢指挥别人 我讲的是什么 指挥 我讲的 做事 我行 我素 不熟的人 爱离不离 破均 我讲的 非常的固执 身功跟权 我讲的 我说不对 八字肯定错 百分之一百错 没有对的几率 因为这太过于明显了 没有模糊地带 这些这么强势的星数是没有模糊地带的 好 这个定完 对吧 这是九岁的小女孩 当然这是老师拿来训练用的 那么九岁的小女孩 你就不用讲夫妻了 如果他十九岁呢 你也不要讲夫妻 因为他还没结婚 你也不需要讲夫妻 你夫妻什么时候讲 他后面一定会问 因为你定盘完了 运势都讲完了 过去的运势讲完了 未来的运势讲完了 他会问什么 那我未来的配偶是怎么样 你到时候再来回答夫妻公 好 此人 小孩子什么样 带财来 天良跟太阳 小孩子以后跟他关系很好 而且一定生儿子 为什么说一定 天良难的 太阳难的 这个就能肯定 生儿子 而且会带财来 你守不住财 什么让他守不住财 化迹 花钱 大手 大脚 火星 老师我订盘 订财博 同学们现在不要管 他这个小孩的命盘 是九岁 我们是讲 这一张命盘怎么订盘 饥饿功 我们可以定巨门跟天同 先天肾脏功能比较差 内分泌功能比较差 属水 迁移贪囊 出外很会打人际关系 生功在哪里 生功在命功 那我订交友 交友工这么多星术 老师教过 很简单 交友工星术一大堆 你连看都不用看 他肯定是朋友教一大堆 但你要看的是什么 里面的星术 有没有煞星 有没有吉星可以帮他 你的朋友交一大堆 但对你的助力都不大 什么原因 地劫跟天空 虽然有天月 女贵人可以帮他 但他交了一大堆 对他帮助都不大 好 事业功 灵星代表 你在做事业上 常会已经决定要干的事 你还在怀疑 对还是不对 灵星 怀疑自己的事业 对还是不对 能不能做 灵星在事业 又代表另外一个事 事业上比较会怎么样 会有意外之财 像这个如果是单官的 不是单官 就是说如果是有权力的人 那么就比较容易有意外之财 那么 事业功有个天赋 代表什么呢 代表 他会在大公司上班 老师讲过 事业功有天赋 不是自己创立了一家大公司 就是说他在大公司上班 但也不能说他就没有本事创立一家大公司 他有没有本事创立一家大公司 得看大运来做决定 不是看天盘在做决定 那么我事业功定完了 文昌 事业功的文昌 做在事业上 你常会动脑筋 如果把事业做好 但 这不是很明显 谁做事业不动脑筋呢 对吧 所以我可说 可不说 田载功有天盔 你就这样说 你的名下 日后一定会有不少房产 有 他就跟你说有了 天盔是贵人心 他有得到主场的机会 未来也会有房产 但他不像天府 天良 或是入存这种土豪心 但他有得房产的机会 那么刚刚老师 是不是把命工福德讲完了 把田财讲完了 那么财博 财库破 守不住财 花钱大手大脚 每一个工位我都讲完了 小孩子带财来的 夫妻宫 陀螺心 吻取心 代表他另一半怎么样 很唠叨 而且呢 做事很磨叽 磨叽 陀螺 他的兄弟会有一点小气 然后呢 能够为他怎么样 出谋划策 能为他出谋划策 那么老师不断强调 定盘的目的 并不是在帮他算命 是在让我们自己确认 他的深层八字是对的 那当全部都对的时候呢 他就觉得 老师您算的真准 那么我讲完了这张盘 我讲什么 讲大运 哦 因为这张是小孩子的命盘 那么我们就假设 他这个大运赚了很多钱 那我们就这样说 你几岁到几岁 这十年 你挣了不少钱 事业也蛮顺利的 对吗 就这样问 对 他就跟你说对 不对 他就跟你说不对 再来我们要去定什么 19年的运 哎 19年 你没赚到钱呀 对吗 而且 还资金困难了 对吗 就直接这样问了 所以定盘是这样问的 但我们的问 是直接用答案来问 不是模拟两可的套人家的话 你19年没有赚到钱 而且资金困难 对吗 这就很直接了 你18年 也没赚到钱 所以你19年为资金困难 是18年拖下来的负债 当我们精准的看完命盘 我们的定盘 就是很直接 就直接问 对吗 通通对了 那我们开始看 20年的运 开始看21年的运 开始看22年的运 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大运 它的运势如何 这是一个解盘的逻辑跟顺序 那么老师刚刚有强调 定盘 我可以从命工的人格特质 跟福德工来定 我也可以从别的工位来定 我找到哪个工位 他的心术很强烈 很明显 我就从那里开始说 你守不住财 花钱大手大脚 对吗 他一定说对啊 没错 我就是这样 那么我老师讲的是什么 财博工 守不住财 画记 花钱大手大脚 火星 其他的心术 我根本就不需要提 同学们要记住老师教的 定盘不是把每一个工位的心术 按排列讲一次 定盘主要是在确认命盘 所以要找到哪个工位的心术 最强烈最明显的行为跟态度 来确认这个八字的命盘 那么只要同学们用庄老师的方法来定盘 那么你的定盘就会越来越精准 而且你不会矛盾 你不会十二工全部讲 我讲完命工 讲兄弟 兄弟讲完讲夫妻 夫妻讲完讲子女 子女讲完的讲财博 财博讲完又讲饥饿 我通通绕了一圈 通通绕了一圈 因为有些工位兴术不够明显 当事者根本可能还没发生 可能那个事都没发生了 你定盘他当然不知道 所以说老师所教的定盘的方法 找目标明显工位里面的心术下手 好 我们再来临床下一张命盘的实习 好 来 这张命盘 命作成功 命作桃花香 一辈子异性缘非常的丰富 非常多 那么如果我能记住 命工在成 是命作桃花香 我就说 你一辈子的异性缘非常好 那如果我记不住 命工在这里是命作桃花香 那我不讲也无所谓 因为命作不作桃花香 跟他一辈子的成就 毫无关系 好 此人的命工是陀罗 只为天相 它是一个很明显的星术 福德工 秦阳 七煞 文曲 又必化科 这个工位 这个工位里面 秦阳会比较有特色 对越亲的人 讲话越直接 文曲会比较有特色 很唠叨 口才非常好 陀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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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算师 喜欢 莫及 喜欢吃到 只为 好面子 固执 喜欢替别人 做主 喜欢指挥别人 天相 辖客之心 说翻脸就翻脸 很能守财 外貌协会者 老师是把重点讲完了 华科 我记得住 我就说 你的学习能力非常之强 也有当老师的命 我记不住呢 我不说 也无法 所以老师不断强调 定盘不是要把每一颗星术 全部讲完 讲你记得住的特色星术 就可以完整的定盘 好 那么刚刚老师讲了什么 讲了秦阳 讲了文曲 讲了陀罗 讲了指挥 讲了天相 我都在讲什么 讲你的人格特质 欺煞 喜欢掉眼泪 那我可能当时没想起来 但如果我当时对秦阳很认识很深 我就说 你很容易掉眼泪 看到感动的电视或电影 你眼泪自然控制不住流下来 是因为我记得住秦阳 所以我讲我又记得住又必化科 你很善解人意 那我就提出来说 我记不住呢 我就讲重点星术 好 命功的跟福德加起来的人格特质 我讲完了 我看到兄弟功有一个技 跟火星 我就会这样说 你的兄弟姐妹对你无助 对吗 他如果说 对的 我没有兄弟姐妹 你就说 有 也对你无助 因为他跟你怎么样 无缘 话记 火星了 跟你无缘 话记 跟兄弟姐妹无缘 火星 对你无助 所以 我看完了人格特质 我就 因为兄弟功非常清楚 我就直接告诉你 你的兄弟姐妹对你无助 那他 就问他对吗 对 对就好了 不需要再讲下去 是吧 所以 这个定完以后 夫妻功 你的 另一半 很会 做人际 关系 同学们现在要注意 现在 我们是拿 教学命盘来实习 不要管他几岁 老师他23岁还没结婚 他怎么知道另一半 那我们是拿来学习 定盘的学习 你的另一半 很会做人际关系 而且是怎么样 带财来的 那带财来 你如果还没结婚呢 赶紧有机会就结婚了吧 哎 你的结婚 一结婚 你的另一半就带财来 子女工 画拳 太阳太阴 一男一女嘛 画拳 代表耳后 你会横宠 小孩 你们家的小孩 就是你家的总司令 是由他来发号司令的 因为 你的权利 在小孩 同学们注意个重点哦 这个是女命 这是她的命盘 所以 她会横宠 横宠小孩 会听小孩的指挥 但 不代表 她的配偶 她的丈夫 也会横宠小孩 因为 她丈夫的子女工 里面 不一定有个权子 因为权 是在她的子女工 虽然同一个小孩 但 跟父母的关系 是不一定是一样的 同学们要有这样的正确观念 好 财博公 天府 是不是第一手财星呢 那刚刚 老师是不是命公 天相 我就讲完了 你 很 能 收财 对吧 就在讲天府了 里面有个五曲星 财博公 五曲星 五曲 是一颗 开创 财星 代表 你 很 喜欢 开创 钱财 什么叫开创 钱财 说白话 说白话的就是 很喜欢赚钱 只要有赚钱的机会 你都会感兴趣 但 这不是投机哦 这并不是赚投机财哦 是 开创 钱财的机会 你都会 有兴趣 五曲 并不是 投机财 几二公天同 属水 先天 肾脏功能 生殖器 生殖系统功能 膀胺功能会比较弱 这是先天的 并不是病 不是病 那么老师教过 既然他是先天的 又不是病 那么他那么年轻 他不一定显现的出来 那我就可以选择 我不说 极二公来定牌 但如果极二公里面有俗土脾胃的心 那我就拿来当定牌的标的物 因为脾胃不好 会从小就不好 肾脏功能不好 膀胱功能不好 生殖系统不好 他不会从小就不好 他是会比较弱而已 但他感受不出来 所以 极二公有俗土的心术 我就拿来当定牌的标的 脾胃非常不好 那么这样问 就问他对吗 好 千移公破均 千移公破均呢 其实他也代表不了什么 出外 有开创能力 那这个定牌 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还没发生 我还没出外 所以你定牌有用吗 没用 跳过去 不讲了 天空 交友公 你的朋友多 对你 没有帮助 而且你的朋友 不多 知心的朋友 更少 对吗 天空 为什么交友公我说 破均我不说 破均是出外 你才会开创 才会碰到 交友是你从小 十岁 十五岁 二十岁 你就开始交友了 所以他会很清楚的表现出来 所以这才是我们定牌的重点 再来 身在事业工 代表你是一个非常有事业心的人 很注重事业成就的感觉 即掌声跟舞台 问他 对吗 你如果有能力 你会同时间做好几个不同的事业项目 我讲的是连针 你在事业上很忙碌 需要到处跑 我讲的是天马 你在事业上很有头脑 我不一定要说 你在事业上难贵人比较多 我想说也行 不想说也行 天载工天月跟天喜 天月跟天葵一样 都会有机会得到主产 但这个主产不一定多 不像天府 不像天良 不像那个露存 那么既然这样 我就说 你名下一定会有你不少得房产 我就这样说了 因为肯定有的 那么福德工 刚刚跟命工 是不是一起定盘完了 那么所有的工位都讲完了 老师就独落了个前移工不讲 甚至于疾恶工我也不讲 因为肾脏功能 膀胱功能并不明显 除非他已经四五十岁了 这个症状就很明显了 如果他还很年轻 才二十几岁三十岁 这个地方 这个状态不一定会出来 所以同学们要懂得分类 分类 用年纪来分类 那么兄弟公我讲了 我就生一个父母公 父母公 灵性 父母爱唠叨 爱发牢骚 灵性 父母爱唠叨爱发牢骚 露存 父母亲满节俭的 不会乱花钱 天涯 我选择不说 天娘 我也可以选择不说呀 因为他的父亲做事很有逻辑 他不一定会知道 但 不会乱花钱 他肯定知道 爱抱怨 爱发牢骚 他也肯定知道 定盘要定当事者知道的 当事者还不太知道的 或者还没有发生的事件 你不要定 你定了会 创造当事者 好像没有呢 好像怎么样呢 好几个好像出来 老实讲过 定盘就是快 很准 我定了三个工位 四个工位 也行 我定七个工位 也行 我只定五个工位 也行 因为我还会定大运 十年 我还会定去年前年 大前年 所以说 定盘的衍生很长 只要我会飞行 我就会定年运 十年运 那我不会飞行 那我可能多定几个工位 我会飞行了 我定四个也行 六个也行 六个工位也行 我时间多 我定八个工位 我喜欢跟你聊天 我定十个工位 我确实觉得说 我很有本事 我十二个工位全讲了 也行 老师刚刚讲过 人格特质 命功跟福德 很明显的人格特质 我会从命功跟福德 来定人格特质开始 人格特质 不是非常明显的 我会从明显的工位 先定盘 所以同学们 这样就知道 没有固定的定盘程序 只有定盘的方法 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看下一张盘 好来 此人 女命 命功在四马地 又多了一匹马 命功是不是两匹马 命坐四马地 命功里面的星宿 又多了一匹马 所以 他有两匹马在 此人 到处跑 家里 留不住 闲不住的 到处跑 而且会跑得很远 有到两匹马 着服 做事很圆滑 很有度量 天同 还有个路 小钱 不缺 很有同情心 很容易 很容易 感动 很容易 掉 眼泪 不太会跟人家 争吵 跟 这个 争斗 争强 斗狠 为什么他不会 天同 本来就很平和的星 左辅又有度量 这两个星宿在他的命功跟福德 所以此人的个性怎么样 非常之好 我们不能说他非常之善良 因为每个人都很善良 不是善良的人 就个性好 不是个性急 很强势的人 就不善良 这个观念要正确 观念要正确 你的兄弟对你没有阻力 对吗 我就定兄弟功了 对 他就说对 不对 他就说不对 对 因为既有非常大的机会 他根本就没兄弟姐妹 所以我们就很直接 你的兄弟姐妹对你无助 他说 是的 我没有兄弟姐妹 你就补一句话 就算有 也对你无助 因为他有个技能 好 你的另一半对你讲话 很直接 刀子嘴 常会伤害你 对吗 就这样问 我选择情阳心说 其他的 你的另一半很善解人意 你的另一半做事 非常有逻辑性 也很唠叨 我可说 可不说 我只要抓住重点 我说了 那我就证实 命盘是对的 你的另一半做事很有逻辑 但很唠叨 对吗 对 那我天冷心讲完 情阳我也可以不想讲 右臂我可以不要讲 兄弟对你无助 我也不需要讲你兄弟什么人格特质 因为我在定盘 同学们记住重点 你的小孩不会乱花钱 老师我讲的是哪个性 路纯 对吗 就这样问 对 那好了 天象我也不一定要讲 红轮天窑我都不一定要讲 你对赚钱对理财特别有兴趣 投机你也很感兴趣 对吗 身在财博宫 你会尝私房钱 对吗 举门 陀螺用途 你喜欢用钱去赚钱 因为刚刚升工已经讲过了 你很喜欢理财 所以陀螺是用钱打赚 去赚钱 去赚钱 那升工我已经讲过了 你非常喜欢理财 投机的钱你也有兴趣赚 我都讲完了 我就不需要再讲陀螺 你喜欢用钱去赚钱 那两个是同一个意思 对吧 那我们就讲 你会尝私房钱 你口袋有多少钱 那别人永远不会知道真相 这是财博宫里面巨门的特质 你的脾胃很不好 对吗 我讲的是脂胃 肝功能不好 我不一定要讲 我只要证实你的命盘对就行了 所以我会选择 你的脾胃很不好 脂胃熟土 我就会问 对吗 出外会认识有权利的人 说穿了就是有一点权贵了 问他对吗 你会交到有钱人的朋友 你的朋友 很多是很有钱的 对吗 老师讲的是交友宫的天赋星 天赋星是一个大财星 它在交友宫里面 就代表你的朋友里面会有很多很有钱的朋友 至于灵星天空天行 你会因为你的朋友而惹上刑法官司 这不需要定盘 因为还没发生 还没发生 你拿来定盘 他就回答你 没有啊 不会累 因为还没发生 所以定盘 老师不断的说 要选择已经发生过的 行为跟态度跟人格特质来定盘 不要去选那些还没发生的事来定盘 那么你的定盘就会很正确 同学们有没有发现 交友宫1234 老师只定了一个天赋 迁移宫1234颗星 老师只定了一颗犬 疾恶宫贪婪跟子威 老师只定了一颗子威星 财博宫 申宫陀罗巨门 老师只讲了申宫跟巨门 子女宫 天遥陆存 红榄天象 老师只挑了一个陆存 来讲 夫妻宫 秦阳天良 右臂老师只挑了一个秦阳 来定盘 兄弟宫有连针 有七煞 有画祭 老师只挑了一个画祭 来定盘 那么 讲到了交友宫 那就来到了事业宫 事业宫 你在事业上贵人很多 画科 而且你可以从事教学的事业 科就是学习 教学 就问他 对吗 事业上贵人蛮多的 而且你的贵人都是有文化的贵人 文昌画科就是有文化的贵人 就问他对吗 田载工有个火星 其他的就不用看了 你得不到祖上的祖产 对吗 对 对就好了 定盘的工作在这里 看完命盘以后他会问你 我会不会有房产 会的 你得靠自己赚钱去买 而且你还会很喜欢买房 你只要赚了钱 你会对买房特别有兴趣 为什么 无取是开创星 开创什么 开创天窄 但我的定盘呢 我只讲到火星 你没有祖产 对吗 对 对就好了 往下走 老师讲过 当你解完盘 看完运 他一定会问 那我有没有房产 有 得靠你自己挣钱去买 而且你也一定会买 你也很有买房的欲望 无取星 好 天童讲过了 父母公呢 地劫 天月 虽然天月 虽然天月 父母亲很关照他 很爱护他 是菩萨星 但有个地结 那么我们就可以 那么我们就可以跟他说 你的父母很疼爱你 但对你没什么帮助 而且你还得为他们费心 对吗 就这样问 对你很关照 天月 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地结 你还要为他们费心 是 他是你的灾难 那当然不能说父母是你的灾难 那当然不能说父母是你的灾难 是 你为父母付出是应该的 天经地义的 要不然他把你养那么大 那不就白养了吗 好 这一张命盘 老师在定盘讲了比较多宫位 为什么我讲了这么多宫位 是因为他都有特殊的表现出来 兄弟无缘 特殊 对你无助 配偶讲话像刀子 像刀一样 勤扬 兴术特殊 子女不会乱花钱 入传 兴术明显 你喜欢赚快钱 赚投机财 你也喜欢理财 兴术明显 你的脾胃不好 兴术明显 饥饿功 出外可以碰到有权利的人 兴术明显 你会交的朋友 朋友当中会有有钱人的朋友 兴术明显 天赋 你在事业上会有一些 会有比较多的有文化的贵人 兴术明显 你没有竹产 兴术明显 你的父母对你助力不大 兴术明显 所以因为他的兴术明显 所以老师在定盘就会讲多一点 因为他非常的明显 那么为什么老师说 有时候讲六个公位 有时候讲八个公位 有时候讲十个公位 兴术和明显 我也可以讲到十二个公位 这个就是活用他 当兴术不明显 没啥好讲的 你讲了 不知道 没什么感觉 因为还没发生 所以老师不断强调 定盘要怎么定 要定已经发生的事 你定了已经发生的事 他才会知道 对啊 是 没错 就是 所以 当我这个命盘定完以后 那我当然看的是 你这个大运 有赚钱没有 事业顺不顺 大运讲完 我讲你去年顺不顺 前年顺不顺 讲两年 可以了 或者 我看去年 一般般 19年一般般 我就不说了 18年也一般般 也没什么赚 也没什么赔 我就不说了 17年挣很多 我就告诉你 你一线运非常好 挣了很多钱 对吗 对就说对 不对就说不对 我也可以选择 19 18 17 16 前三年我都不说 因为 没什么 高低起伏 哦 16年这么倒霉 你16年赔了大钱的吧 对吗 你亏了大钱的 对吧 对就对 不对就不对 哦 不要好像是 没有好像是 我们在解盘都没有好像的 我们希望你回答 不要好像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所以说定盘的方法 我在 定你过去的运势 我也不一定要 我每一年讲 我选择最明显的那一年 可能17年 可能16年 我16年赚很多 我就讲16年 我17年赔很多 我就讲17年 1819我可以不要讲 因为我在定盘 都对了 我开始看20年的运 21年的运 22年的运 老师平常在看盘 就是看两年 今年明年 哦 跟22年 就是看后面两年 为什么我会看 今年明年 2021 因为我必须要告诉你 我必须把这三年的运 连起来看 因为如果我22年 会很倒霉 是非常大机会 是我20年投下去的 那如果我22年 会很倒霉 我20年能投资吗 当然不能 投下去 22年发酵 赔大钱 所以看命盘 一定要连接三年 这样才能够 真正的帮到人家 这些飞行 交费了以后 同学们自然能领悟 为什么 看盘要看三年 因为 每一年的运 它不一定是当年的因 当年的果是肯定的 但原因不一定是在当年 会前一年 前二年 造下的因 然后 22年发酵了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知道 看盘 如何解盘 这才是 完整的解盘的重点 好 接下来我们来临床 下一张命盘 命做孤独地 命做孤独地 刚刚好像有一张命盘 老师指这里说桃花地 忘了 好像上一堂课吧 还是这一堂课我忘了 命做成功是命做孤独地 不是命做桃花地 不是命做桃花地 桃花地在莽宫 天快亮的时候 或是天快黑的时候 才是命做桃花地 那可能老师有点口误 那没关系 后面我们会不断的复习 你很能 因为命做孤独地吗 你很能享受孤独 一个人可以窝在家里不出门 你也很快乐 对吗 对就对 不对就不对 对 因为他是命做孤独地 所以老师这样顶盘 你很固执 而且你很敢挑战 不可能 你不愿意奉承别人 你也不愿意讲好听话 对吗 对吗 无取信 你学习能力非常之强 只要人家讲给你听 你的吸收能力非常强 而且你学会了 还能教别人 当老师 对吗 老师就在这样问 你会爱理不理 先斩后重 破军 对吗 而且你很固执 这里就很固执了 加上这里呢 更固执 你很固执 什么事都要 人家听你的 那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定了这两个盘呢 定完了嘛 我又看到父母公的记很明显 又是太阳 那我就很直接了 父亲跟你缘分比较薄 对吗 就这样问 兄弟对你无助 你的兄弟对你没有任何帮助 对吗 天空跟情仰 我不需要去讲他的人格特质 我只讲他的跟你关系就好了 对你无助 对吗 你的配偶 不会乱花钱 是有文化的人 文昌 就讲一个不会乱花钱 跟讲个有文化的人 左府我们懂不懂 懂啊 圆滑嘛 七少我们懂不懂 懂啊 有一些冲动会委屈求全 很容易掉眼泪嘛 天马我们懂不懂 懂呀 会到处外面到处跑嘛 忙事业忙什么的嘛 那么我们懂 我们不一定要讲啊 定盘不是要把每一个星 东东东东东东全部讲完 定盘是在抓重点 来出击 也是老师一直强调的 快 很 准 拖拖拖拖拖拉拉 拖拖拉拉 拖拖拉拉 所以小孩会来的比较晚 拖拖在夫妻宫呢 结婚会来的比较晚 拖拖拉拉的来 以后真的不合要分手了呢 拖拖拉拉 藕断失联 分也分不了 半了正了还住在一起 藕断失联 就陀螺发挥的力量 那么在子女宫呢 小孩子会来得比较晚 我就讲完了 以后小孩做事 很有逻辑 天良 其他的注重体面 我需要讲吗 不需要 很善良 我需要讲吗 不需要 这些都是流到 整个命盘解完了 包括运势都讲完了 聊天的话题了 那你帮我看看 我小孩以后会怎么样 那你帮我看看 我配偶会怎么样 那你帮我看看 我买房会不会赚钱 理解老师的意思吗 这些定盘叫前置动作 当运都讲完了 后面的运也帮他分析完了以后 这些就是拿来聊天的话题用了 因为当我们熟悉的时候 因为当我们熟悉的时候 定盘跟讲过去的运跟讲未来的运解盘 可能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讲可能的 为什么讲可能 因为每一个人的速度快慢不同 老师我五分钟就结束了 那同学们刚学 可能要半个小时 那后面半个小时拿来聊天用 那老师我讲了五分钟 后面25分钟我拿来聊天用 半个小时结束一张命盘的咨询 所以这个地方老师说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它确实存在 因为每个人学习解盘的快慢 那就不一定 速度快慢不一定 准确度会相同 但时间不一定会相同 财博有先天之路 代表什么 小钱不缺 买了一张 会发财的门票 你买了一张会发财的门票 不代表你一定发财 是要看大运有没有赚到那个地方 流年有没有赚到双路的地方 赚赚赚赚赚到了双路 或者大运赚到了双路 那么你张门票就兑现了 你就进去参观了 进去参观如何发财 你就发财了 如果你只买了门票 你通通没进去 那么就是小钱不缺 你通通没进去的意思 你不管怎么转 你都不会双路 你都不会双路 只是小钱不缺 老师用这个观念来教同学 先天之路是什么意思 先天之计是什么意思 好 那么这张命盘 连针天相文取又弊 都没有守财心 没有小气心 也没有花钱大手大脚的心 所以他的用钱的态度是怎么样 不会很奢侈乱花钱 但他也不会小气 该花的花就是这样子 但他也不会小贱 但他也不会奢侈花大钱 好 饥饿工 灵星 老师教过容易长不好的东西 聚门天窑属水灵星属火 此人会长东西的原因 是因为内分泌生殖系统 膀胱功能所产生出来生不好的东西 那么我们就可以回推 子宫肌瘤的非常大 子宫的问题就在这 但不要吓人 千万不要吓人 我们只要跟他说 要注意生殖系统跟内分泌 那个的健康检查 那么就可以了 那他多去检查 那不就出来了吗 答案不就知道了 当他去检查出来有答案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 大师你真神 不是他检查你才知道 是他还没检查你就知道了 只是你不愿意告诉他而已 好 迁移工 出外会交很多朋友 这个我可说可不说了 因为迁移嘛 出外交很多朋友 那交了很多朋友又怎样 没有好跟不好 所以我也可以不定这个盘 交有工有个火星 我肯定定这个盘的 你交了很多朋友都好酒 喜欢喝 对吧 喜欢喝酒 我就讲到这里就好了 你的朋友都是喜欢喝酒的多 我就讲这里 太阴可以讲不讲 我可以不讲 我没必要讲 深工在事业 我很有事业心 非常希望掌声跟舞台 希望得到人家的肯定 希望得到人家的肯定 职位跟天赋 事业呢 在大公司上班 当主管的命 不当主管 肯定把老板给开了 就这么简单 你 不会有主产 地结跟天形 就问他 对吗 所以老师教的 没有很清楚的肯位 我可以不说 很明显的肯位 我可以每一肯都说 这样就会定位很清楚 不管你定盘 定了六个肯位 八个肯位 那么定完以后 一定要定运 上个大运 这个大运有没有赚钱 去年 今年 去年前年 有没有赚到钱 这才是定盘的主要目的 所以定盘 是为了解盘用的 什么是解盘 就是要看他 后面运势的时候了 所以今天 是我们 初阶的第八堂课 那么 我们初阶的第九堂 跟第十堂课 我们还是要训练 不同的命盘 的定盘的方法 跟特色 就让同学们更熟悉 不同的命盘 怎么来定盘 那么今天 老师已经把定盘的方法 跟逻辑 交给了各位同学 那么今天 我们的课程 就上到 这个地方 我们期待 初阶的第九堂课 我们线上相会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